80岁音乐人刘家昌2017年与妻子珍珍儿子撕破脸 并为了财产问题对簿公堂 在社交网发长文公开家务时 炮火全开的刘家昌说儿子在演艺圈本该是前途无量 但受母亲挑拨洗脑改名张丽恒 狠批39岁的儿子没做过一天事 把斗争父亲当成了职业 张丽恒在社群网站抛出一张梗图 留着娃娃头的妹妹牵着一只牛 他不满当初看新闻才得知小孩改名换姓 不忠不孝 时隔一天他正式发声明向儿子开展 既然不心留不是刘家人 绝不容许碰触本人所有之版权 因此本人终止授权创音工作室 张家珍及张丽恒使用管理 收取本人所有之版权收益 本人一生从事音乐工作 作品余三千首 过去中国人不讲究版权 近十年已有版税了 所以在香港用张家珍和次子刘子签名字 我们下注的个人